我們今天用的經文就是詩篇118篇第六節 那裏說有耶華幫助我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下面我寫了幾項字 第一就是沒有人能夠傷害我 因為耶華幫我 沒有人傷害我 沒有人能夠拿走神的恩典 第三 我不需要介意人傷害我 就算他刻意傷害我或者無意傷害我 我不需要介意 第四 我不需要受落傷害性的話 有些人說一些傷害性的話 我不需要受落的 我亦都可以體恤 第五 體恤傷害我的人 然後我們這裏沒有寫的 就是我們可以選擇平安喜樂 不受人影響 可以發揮生命 這裏可以說是在事奉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發揮生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有很多很多人在這方面就軟弱 其實我見過很多不同的人 都是因為人的問題而受影響 因為人的問題就是 他受不了 他受很多情緒的反應 很多各方面的反應 很多負面的反應 當我們想高度發揮生命 人的反應 是必然是處理我們的 不被人影響 因為在事奉中 是時時都有 人是有很多問題 人總是有很多問題 因為人是在罪中 在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之中 所以人有很多各方面的問題 人也很多時候有很多習慣 就是什麼習慣呢 就是會很容易被人擊傷 很容易會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很容易會頂撞人 或者有些很強烈的反應 就是很激氣 很猛狀 很怒吵 就是人是有很多這些問題的 當我們想發揮生命的時候 一定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 有些人就不明白 為什麼教會裡面 都有這麼多問題 其實教會就是 那些人應該是得到耶穌的幫助 應該是生命被改變 被更新 但因為不是 每個人都懂得處理生命 還有很多人是沒有留意到 他生命的問題 所以在事奉的時候 一定會發生很多問題 在我的事奉裡面 我發覺 我多次就遇到一些人 他們 例如初來就說 我很有心事奉 我很想給神使用 這樣 我聽到他說 我很開心 跟他溝通 跟他建立他 這樣 那 後來 不同的事情發生 我試過經歷過很多不同的事情發生 譬如有時候 有個人說一些說話 激傷他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就說 被他幫助的時候 被他教導的時候 他就有些脾氣 或者他有些說話 令到人不舒服 那我聽到的時候 我的心就是想處理 就是我想處理 那我處理的時候 雙方我都是接受 人人都有問題的 就是我不會說 是偏幫哪一邊 我只是說 我們盡量求神給我們 有這個處理生命的智慧 不被人影響 就是盡量是 就是 不介意有人 他覺得怎麼樣 譬如我自己 我侍奉 那我真的很盡力 不過 都內中有時候 有些人告訴我 牧師 你 你講了一句說話 令到我不舒服 牧師 你 你說的話 好像令到我 好像我做錯 那我都 盡快反思 道歉 和解 就是我通常都是這樣的 我不會說 啊 就是不會說 只是說 你錯是你錯 不是我錯 是你錯 我都不會這樣的 我都會 就是向任何的人 包括我 牧養著的人 我都是這樣講的 我說 OK 我留意一下這件事 如果我有做錯 對不起 那 但是在過程中 另一件事就是 但是我很多時候 聽到有時候兩個人 有些 有些相處的問題 有時候 有一個人告訴我 有一個相處的問題 有一個人 跟他相處的時候 有發生這些事 那我就希望 人人都會 接受 因為聖經講到 在希伯羅斯有講到 總要趁著環有金日 天天彼此雙圈 免得你們中間有人被罪迷惑 心裡就肛硬了 這是聖經的教導 另外 馬太福福十八章 也都講到 就是說 如果人得罪你的時候 你就趁他一個人 跟他說 如果他不聽的時候 就找一兩個人 然後再不聽的時候 就告訴教會 去處理 這樣 聖經是講到處理的 不過處理是 是真的需要智慧 就是我 我見過有時候 有些人處理是 很有問題 這樣 好了 但是處理的時候 那個後果是怎樣呢 往往是我 都幾失望的 就是很多時候 都是很失望 我就希望人會 客觀冷靜去接受 但是我發覺有很多人 就算他有心去跟從神 就是有很多人 表達我 有心跟從神 但是當他一去到 有這些 要處理問題的位置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會有很多反應 很強烈的反應 會很猛的 反攻 就會令到事情很難處理 其實我來說 我不是去說死他是誰錯 其實我都 不是在意這件事的 我只是想大家 我們將來怎樣處理 就是我的重點是將來 將來怎樣處理 但是因為 在這些過程 就會觸動某些人的 他的情緒 和他的自我安全感 就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就是你說我錯 就是我是 或者有時候不是說他錯 只是指出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人這樣說 說出這件事 我們怎樣回應呢 或者是有沒有事情我們需要留意呢 那我就發覺 是我遇到的人中 是極少極少人 是會說 我盡力去處理 多謝你提醒 我留意一下 我下一次會怎樣處理 是很少很少人 這樣回應的 多數人的回應呢 就是說 啊 你就是信了別人 其實我 我沒有信了那一邊 我只是說 對方這樣說 這樣呢 我們 就是 我們可以怎樣預防呢 我們如果有任何地方 令到對方不舒服 我們都可以道歉 所以 啊 就 就是我現在都學到一件事 我太太提醒我一件事 就是說 不要去做 偵探 不要去查案 為什麼查案呢 就是比如這樣 就是這種情況 我都是很多時候會看到的 有A軍和B軍 那麼 A軍就說 發生的事呢 就是 A事情 就是說 它發生的程序 是這樣的 是這個人說這件事 比如說A 比如說 B軍就說 不是 是B事情 它不是說A 它是說B 那麼 我發覺 我們是沒有辦法找到答案的 當然可以找的 不過呢 就是要好像聖探那樣去 問一下 多少人知道的答案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呢 是非常之 痛苦 就是有時候呢 都很困難 當然有些事我們一定要查清楚的 有些事一定要查清楚 但是很多時候 有些事呢 不是查的問題 只是 人與人相處的問題 就是說 啊 怎麼都好啦 他就覺得是 那句話是A 另外一個人覺得是B OK 不要緊啦 說了A就是AB就是B 總之我們以後呢 就避免說些什麼說話 會令到對方傷害的 我們盡量留意啦 這樣 這樣 就已經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的 不過 我發覺 很少人是會這麼單純的 就說 好啦 我們就是 向前看 以後我怎樣改善 我怎樣去做得更加好 就是很少人會這樣的 很多人就會 就會是 很不開心啊 會反攻啊 說不公平啊 或者說控訴對方啊 控訴對方很不好啊 之餘此類的說話 我聽過很多 那我講這些情況 我完全呢 我不是 今天去講 發生過某一件事 我始終覺得 是A軍有問題 不是B軍 或者是B軍有問題 不是A軍 就是我絕對不是 其實我不太注目 在誰錯的 其實不重要的 不死得的 不死得的 我們 我們呢 總之呢 以後有類似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留意 留意我們的情緒 和我們說話的方式 我們有時候的情緒 是不自覺彈了出來的 我們都留意一下 會不會我們有些情緒 彈了出來 是會影響人的 那麼我們 有這個 啊 謙卑的心 去 接受自己有做錯的地方 這樣呢 事情呢 就容易化解了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就容易化解了 但是如果人呢 是一直說呢 是對方錯 我不想再見到他了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 我不想再見到他了 這件事呢 是真的在教會裏面 是真的發生的 會發生的事來的 那麼呢 有些人就會說 啊 他這樣做法 他這樣說法 啊 我不想再見到他了 有時候呢 也都這樣的 有很多事呢 就會是 嗯 有時候有人說一句話 另一個人呢 就會 解錯 解話 解錯 就說他是在說我 他是在做什麼 那 那我們 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夠學一件事 就是說呢 用善意解釋 人家的說話 善意解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或者他當時有些懶惰啦 或者他有時候沒有想清楚啦 或者他不是說這件事呢 或者他都是 追好意的 有好的目的的 那這個就是善意解釋 那這個善意解釋 那這個善意解釋未必是對的 未必一定是正確的 不過 惡意解釋也都不是一定是對的 但是很多人就會 就惡意解釋了 就說是 是他特意氣我的 是他不想見到我的 是他看不過眼的 是他很猛的 那人呢 就會有這樣的反應 那我希望大家 就是我們今天聽到的人 或者在網上再聽到的人 都會說 神啊幫助我們 不要因為這些事 真的這些事呢 是很小的事 就影響我們 那為什麼人這麼容易被影響呢 因為在內心裡面 有缺乏安全感 曾經被人罵過 傷害過 得罪過 於是呢 就很敏感了 就是一有人說回類似的說話 那就會很容易強烈的反應 就會呢 就會呢 就很容易呢 就受傷害啦 那就 啊 立刻呢 就會很大反應啦 反彈啦 那樣 那個後果是什麼呢 後果是破壞教會的合一 破壞群體的合一 破壞群體的方向 那譬如有不同的人 其實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恩賜 那每一個群體都需要不同的人一起的 那而 其實本來一起是很好的 但是因為 某些事發生了 於是呢 互相排斥 那有時候呢 就會怎樣呢 最差的情況 A軍和B軍都一起離開 這個群體 這個情況 是真的有發生的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 就是 更嚴重的 就是A軍和B軍呢 不單止離開 還會把那些說話呢 說給其他人聽 就令到整個群體分裂 那有些呢 情況呢 就沒有那麼嚴重了 就是 就是 有一個離開 有一個沒有離開 或者 某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 和解了 去搖說了 去接受了 那就是 這是比較好的結果 那最好的結果呢 就是兩個都成長了 啊 原來我們有時候說話呢 會得罪人都沒有留意到的 那我下次小心啦 因為人是容易生氣的 就是 這個也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呢 就會呢 看到一些事情不如意 或者人不聽話呢 就會生氣 生氣 那就會 容易令到人覺得不舒服 那它 譬如 假設A軍因為B軍而猛症 那 通常來說 都是B軍有些事情做錯啦 B軍做錯一些事情 然後A軍呢 就猛症了 那當 A軍猛症的時候呢 那 後果呢 都會帶來一些想不到的後果 就是會呢 他們之間又會有問題 就一方面就說 對方猛症 另一方面一個呢 就說他對方不成長 不改變 那其實呢 我們有一件事就是 學習就是說 有人有問題 我不用背上身的 人人都會有問題 人都可能有問題 我只是盡量去化解 盡量去 處理問題 叫我們呢 不受人的影響 有東西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 我怎麼樣呢 我今天是特別講到一些情況呢 是真的在群體之中 會 內中會發生的事情來的 這些內中發生的事情呢 是真的 是非常之令人 是 失望啊 或者令到 關係的問題啊 或者事奉受難助啊 這都是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 我鼓勵大家是怎樣呢 就是說 神啊 你有個奇妙計劃在我身上 也有個奇妙計劃在對方身上 我們有些東西不能夠化解到 我盡量去言說吧 希望對方改變 但是對方不改變是他的問題 我都不用生氣了他的 那有時候人呢 就很容易會被冒犯 就覺得對方是一個 容易猛狀的人 就會覺得很難忍受他 於是就會很憤怒 很激氣很猛狀 就接受不到另一個人 存在在同一個群體裡面 那這個都是一些 會我們內中看到的情況來的 就是因為 覺得這個人所做的 不能原諒 於是呢 就不能夠接受 於是呢 現在就總是兩個不能夠共存 那這件事的後果呢 就是帶來呢 就是 群體受傷害 人受傷害 求主幫助我們 反思呢 我們的生命有沒有被人影響 我們的生命有沒有呢 是容易有情緒反應 容易激氣 看到人不好的時候 看到有些人不聽話的時候 心就很激氣了 我們會不會有這樣的反應呢 我們容易受人傷害呢 如果我們容易受人傷害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 神呀你幫助我們 神呀你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呢 靠耶穌得勝 靠著耶穌得勝 不被人影響 有些人說幫助我 因為人不能夠拿走神的祝福 這個人不能夠拿走神的祝福 就算他有做錯 不要緊要的 我不死得的 他不能夠搶走 神給我的恩典的 嗯 其中有一點呢 我發覺有些人呢 是比較敏感的 就是說 就是有人說的話呢 是 無告他 或者說一件事就不是真實的 那通常來說我的化解都是這樣的 我說呢 我們 其實 啊 講的人和聽的人 有時呢 是會出錯 我們都不用一定找出答案是什麼 啊 他 可能聽錯 或者想錯 或者記憶錯 啊 都不要緊要的 他不會因為他一句說話 所以呢 我們就 是 就是 就會受到傷害啊 或者我們呢 就會失去了 我們的價值 因為我們的價值 不在乎人怎麼看我們 那些價值是在乎神怎麼看我們 還有我們有沒有發揮生命 就算有人說的話是不對的 我們可以去處理 去面對面處理 但是有些人就會逃避 就不想再見到對方 那這個就是一個 是真的會發生的事 嗯 嗯 好 那我今天講的只是一些個案 就是人與人之間 有時因為 對方的猛爭啊 激氣啊 對方的 態度啊 有些的說話啊 有些的 處事方式啊 或者有些人因為 看到有些人的問題 而激氣啊 那我希望我們的 頂姊妹呢 不會因為這些事呢 而 受傷害 不會因為這些事呢 而 破壞教會的合一 破壞群體的合一 也都不要破壞我們生命的發揮 OK 好 那我 講到這裡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回應啊 有沒有人有 任何問題 或者回應 牧師啊 其實呢 就是你講的那些 言語的那些傷害呢 就是我見到在教會都經常有 就是譬如有時呢 好地地在那裡查經 那跟著 就是解那些經文呢 你知道現在真是好 很多人解都不同的嘛 有些就找這本 適經書又是這樣解 那本又是這樣解 還有有些派別解 又不同的 那 就是有時呢 有些人爭爭一下呢 就變了 變了 那所以呢 我就覺得呢 啊 就是本來查經 是認識神啊 大家一起盡心 在神的根基上 那但是想起 怎麼演變成這樣呢 我覺得很可惜了 那但是又 我自己又不懂 怎樣去 就是調和大家呢 那這樣 那 這種情況 如果真的發生的時候 我們作為組長就可以跟他們說 就是說呢 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是不重要的 就是因為呢 這個世界上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我們有不同的看法呢 我們 可以盡量去找答案 但是我們都不能夠一定 強迫別人一定跟我們同一看法的 有時有些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我們講了我們的看法之後呢 那我們呢 就放手了 就 另外有人有看法 那我們可以講出我們的意見 那他接受接受不接受不接受 因為是他負責 他要對神負責任的 那我們就不要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但是人很多時候就將這件事變成 就是個人化 就是 就是將這件事看為一個個人的攻擊 這個就是人與人之間 就是人那種脆弱 其實都是因為脆弱 就是本身很脆弱 本身很容易受傷害 因為已經受過傷害 所以就很容易 怪錯了人 或者是因為別人 很容易受傷害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 這個其實 都是很深層的 因為人有時候真的受了很多傷害 很多年 所以那個心很敏感 就是對於人講的說話很敏感 所以就容易 大家回來教會 就是不要受 有時候 是不要受 你說出一個後果 不要受 我們想找一個處理方法 而我們 這段時間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高度提升我們的生命 高度發揮我們的生命 而高度發揮生命 是一定要過到這個關 譬如我自己來說 我受過很多委屈 有時候我處理兩個人的事 吃力不討好 兩方面都有負面的反應 我都盡量是很柔和 很謙卑的 對不起 我有說錯 對不起 我們盡量找一個處理方法 我們都不一定找到 真的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就學習 不要介意 但是人就是 很多人就很介意 心裡面就很多情緒 很多受的傷害 這樣的人是很難發揮生命的 這個關 就是什麼人 為什麼能夠高度發揮生命 是一定要過到這個關鍵 不容易受人的影響 我自己真的很多次被人傷害 被人擊傷 處理人的問題的時候 發覺很多問題 但是我自己就堅持 不死得的 我不用受它的影響 我終於主要就是讓他們看到 他們聽神話會帶來什麼後果 就鼓勵他們 希望他們真的會聽神的話 放下自己的感覺 和受傷害的感覺 就去處理 這個是成熟的基督徒才能夠過到這一關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其實最終都是交給神去帶我們去經過 有時候自己都未必那個力量那麼夠 是啊 我們都很難去處理到或者個人 我們個人就可以盡量去處理自己的內心 就是說 神祝福我 我聽神話 神一定祝福我的 那個人神都關心了 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不是說了那個人衰 不過我現在接受他衰 而是說 那個人他都有他的長處 他有他的強項 可能我們大家都有些誤會 我們求主社會 我們都幫助我們化解這些 這個是人可以做的 但是這個也是祈禱得力 所以才做得到的 就是我們祈禱得力 才能夠去化解這些的怨恨 而有人不肯化解的時候 就是 無論是對方錯也好 就是真的對方好錯好錯也好 但是神的心意都是想我們處理和好地處理的 就是很多人的問題其實是不至於 要將他逐出教會的 但是有時候搞著搞著搞到 真的要將一些人逐出教會 因為他的反應太強烈了 太過空鬆性 這個就是因為他不能夠接受到別人的意見 不能夠接受 覺得有人說他 他就覺得很大件事 或者他覺得別人看他的問題很大件事 於是就很大反應 這個一方面就是求神給力量 另一方面就是我們有智慧去處理 今晚的重點就是 我們都知道我們需要過到這一關 我們才可以提升的 我希望我們 這裏每一位參加和聽我的網上的訊息的人 都不要因為這些人的問題 就以此影響了我們 將來的侍奉和生命的發揮 這就是我的心願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夠處理這件事 不要那麼容易受傷害 也都能夠接納那些傷害過我們的人 所以一個重點就是去回我們 牧師,我想問一問題 牧師有想問一問 牧師我有一個問題 我當組長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問 我自己查經也不明白 沒有機會問人 希伯萊書 《辛約》最後那章 说的那个,看完很害怕,我一直都很害怕 他说到凡是有人解错《圣经》 我想是说我们传福音或者牧师传道去教《圣经》 类似讲到《茶经》那类 如果讲错了《圣经》 在《圣经》里面加了或减错 减了或讲错了《圣经》的东西解错了 就说在我们生命冊,除我的名字 那是否我和人传福音,讲错《圣经》 就会没有救恩,我这里很害怕 怎样消除我的恐惧呢? 这件事,我可以说 人人都可能有时候有些地方是有些小错 有些是大错 问题就是,是否任何的错误都令我们失去救恩呢? 不是的 有很多种看法 譬如,在我们讲《圣经》 我是很支持灾后被提的 耶稣降临的时候,在全世界面前灾后被提 那时候耶稣回来的,审判万人的时候 之前耶稣降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被提 但有很多人就坚持灾前被提 这个意见也有很大分歧的 但是,神不会因为这些分歧就会说那些人不上天堂的 不过我们关心就是希望这些人 不要因为他们的这个看法 而不预备好面对大灾难 就是有很多的看法 有些很重点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 这一点上我们就不可以妥协的 但是有很多位,有些人他真的在神学上 有时候有些错误得很重要 他有心想耶稣赦免他救他 我觉得神都会救他的 就是他有些错误的教导 譬如有些人就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有些人就说犯罪会失去救恩 我做《圣经》 我就觉得人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但是那些人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不代表他们是会因此而影响他的救恩 所以我就不会跟人说 你讲错了,所以你不能得救 我只是说我们尽量小心我们的教导 每一个教导我们都尽量去查圣经 从圣经客观冷静 传满圣经去找答案 来到去找答案,就先来教导 就是譬如我自己,我教导的时候 我是很小心我讲的话的 我是很小心的 有些说话我不肯定,我都说 圣经有讲到这一件事 我不肯定到底是A还是B 譬如有一件事我经常都说不肯定 就是基督徒审判的时候 到底我们犯的罪是否要供出来 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应该全部射面洗干净 信主之后都洗干净 不过圣经有讲到 凡人所说的闲话 在审判日子必要供出来 到底我们上了耶稣之后 我们所犯的罪 有时有些不是闲话这么小 有些是很大件事的 是不是需要供出来才能赦免呢? 这一点我到今天都不知道答案 是要供出来 因为不用供出来 我们希望不用供 但是如果要供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一定要只能够接受 好了,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也觉得神不会因为这个看法不同 而不去拯救个人 最主要就是这个人 他有没有悔改 去亲近神 去处理生命 去遵从神 最重要是他有没有悔改信靠耶稣 并且他是想去遵从神的 一个叫非洲 Daniel Moksi 他跟老婆吵架 他没有悔改 就撞车 死了 然后天使说 我不让你去天堂 他说因为你死之前都没有认罪 因为你跟老婆吵架 你不饶恕他 这个就是不饶恕就是一个罪了 我拍片我看的 他说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策是关了 你今天的份在这个地狱里面 这个其实神是知道他不是失去救恩的 不过告诉他 如果他有不饶恕人 他是可以 不得救 这个是罪的问题 这个是罪的问题 以前那些教会说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就是不对 譬如我很害怕 我做一些危险的活动 我一定先认罪 如果我不认罪 我突然间有意外 坐飞机坐过山车 我突然间死了 我便失去救恩 所以我就很警惕 很警醒自己 我想说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说 譬如我们认罪 然后临死的时候又犯了一个罪 然后就刚刚死了 有些罪未认 不是因为这样而去不了天堂的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罪都没有认过的 有些罪我们根本不知道 犯了 所以不是我们每一样的罪 认完才可以得救 而是我们整体上认罪 求主赦免 和尝试去改的 那些人会得救的 不是说那样罪要先认了 只要说这个非洲牧师所说的 这个是他的个人经历 到底是不是说 就是怎样的情况之下 人不饶恕人是不能上天堂呢 那我自己就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的那个不饶恕 是影响到他和神的关系的时候 那因为人都有不饶恕 某个程度不饶恕的 那到底他不饶恕去到什么位呢 那这件事我们很难判断 但是我们尽量是真的靠主耶稣 帮助我们饶恕人的 尽量去 真的就不要计较人的过错 去饶恕人的 这个就是我们跟从圣经的教导 是有可能 可以有可能性一个人 他以为他和神有好的关系 但其实不是 那他不饶恕他可以 因为他如果影响到 和神的关系 他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我们必定要小心 但是你所说的 有时候讲错一些说话 譬如我讲一个例子 有时候有些人都容易讲错一样东西 他怎么说呢 他说耶稣话 或者是圣经话 接着他讲句话 根本耶稣没有讲过的 这些我有时候听到 我都听到的 是呀是呀对呀对呀对呀 那是否这个人就会落地了呢 我就觉得不是的 这就是人的过错 我屈屈耶稣说的 其实自己说的时候 屈圣经说屈耶稣说的 我经常听那些港元那些教会那些 还有YouTube那些人分享都是这样的 屈圣经屈耶稣说的 我们不用夸大这件事 总之我只是说呢 有时候有些人的罪 是不一定代表他不得救 不过我们尽量去为所有的罪悔而去改 这个是我的重点 OK 罗马书那里说呢 就说如果那些人 就是没有一生人里面 就是一出生去到死 他从来没有听过一次完整福音的 那神呢 怎样去判他上天堂 来落地獄 就是凭他的良心 如果经常说他凭良心做好事 不犯罪呢 就上天堂去解罗马书 我想问你这样对不对的 这个我不认同 OK 在罗马书2章15节那里 有讲到的 这里说什么呢 在第14节那里说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这里是讲到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他顺着他的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就是他会譬如知道不要杀人 不要去伤害人 不要偷窃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他没有圣经的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 就是神将律法刻在所有人的心中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这里我将这个经文摆出来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他们会说到是显出 是显出律法刻在他心里面 他们的是非之心 就是我们叫做良心同作见证 就是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认为那件事是对还是错 这个经文只是说一件事 就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他们会顺着本性遵从律法 因为律法刻在他心中 他们会较量这件事是对还是不对 这个是在罗马书2章14到15节 大家可以去那里看 这个经文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经文不是说到他得救 重点就是这个经文有没有说他得救 没有啊 他只是说显出有律法在他心中 让他知道什么是正确和错 就是他会知道 而圣经就说到世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 规决了神的荣耀 所以根本他们是会知道自己很多做错的 这个经文所说的重点 我们要找一个重点 重点就是说人是 就算没有听过耶稣 没有认识圣经 神已经将律法放在人的心中 他会知道他做的是错 有些对有些错 但是事实上根据圣经 他是会显出他是世人都犯了罪的 所以是没有一个人能够 能够的良心告诉他 你是全然是做对的 所以没有一个人因为这样而得救的 而且事实上我们不仅是做对的 就算做对了 因为做对了包括什么呢 最大的界面是尽心尽性尽以尽力爱着这个神 这件事是没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全世界的人他怎样好也好 他都不能够做到尽心去爱神这件事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这个得救 所以这个经文的重点就是 我们找经文的时候 我们要看上下文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 不信的人都有律法在心中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让人会有一个尋求神的心 因为他知道他有罪 所以当我们去到任何国家 去向人传呼吸的时候 当他们听到人有罪 他们都会有反应的 因为人人都知道他自己心中有罪 他心中知道他自己有罪 所以我们跟人传呼吸的时候 说到他的罪 他都会知罪 他会因为这样而去 有心去尋求神 去认识神 OK 好 我一回答你 没有信主的外邦人 是不会因此而得救 不过神有没有额外的恩典 是圣经没有说的 我这件事是圣经没有说的 我说明 真的有些人 他们有些伊斯兰教徒 有些其他的宗教的人 有些犹太人 这个网上我们看到是这些人 或者有其他人 或者没有记载 也曾经有人去中国宣教 Heidi Baker的丈夫 叫Roland Baker的爸爸 他去中国的时候 看到很多中国小朋友 带他们祈祷 很多看到耶稣 看到天堂 看到仪像 他就写一本书 即是说 神都会用一些额外的方法 向某些人去显示他的存在 这件事我们只能够再参考 从圣经我们是看不到这件事的 除了是保罗 但是保罗是有听过神的说话 圣经是没有说到 神向耶稣 向那些不认识他的人去显然 圣经是没有说的 但是这件事是否有可能性 是有可能性 我们不能证实 到底耶稣会向多少人去显然 或者有人 他就是呼求天上的神 我有罪求你赦免我 会不会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虽然不认识耶稣 就是他想 创造天地的神 去赦免他 去拯救他 能不能得救呢 这一点在我心中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未得到答案的 这就是我给的答案 但是这个人 他没有悔改 没有寻求 神的赦充 他是肯定不会得救的 罗马书第二章 第六节这样讲 罗马书二章六节 他必按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第七节就说 凡行心行善 尋求荣耀尊贵 何不扭坏之福的 就以永生报应他们 那这里呢 我听有些人说 就问 究竟孔子能不能得救啊 那有些人呢 就用这个曲这句 第六第七节 那孔子呢 就不知道他有没有了 我们 可能他会是尋求尊贵 和不扭的福的 不扭的 不扭的 不扭的身体 因为以前他们都有上帝 这样呢 神会不会以永生报应他呢 那孔子当然是行心行善的 有些人就说 这个不知道 这个要看下神 怎样是审判他了 那他们可能呢 因为他们没听过耶稣 孔子年代 所以呢 他们就会用行为 报应各人 那这样解法 可以吗 OK 因为这里讲到尋求荣耀 是啊 尊贵和不能扭坏之福 到底这个是讲到普通的荣耀 还是神的荣耀呢 这一样 到底这个是讲到 人真的会 因为这里不是讲到 就是没有说到 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人 他寻求荣耀 到底怎么样寻求荣耀呢 是没有讲的 所以这句说话 可以是讲到什么呢 就是人会寻求神的荣耀 寻求神的尊贵 和神所赐不能扭坏的福 就是不是指到普通人 你寻求荣耀呢 就可以得着永生 是 由这个经文不能够下一个判断 我明白了 因为他们讲到 以前他们 譬如说天壇 或者祭天 他们可能会做到一样的 OK 这件事我们 最主要就是说 从这个经文 因为这个经文 没有讲清了什么荣耀 尊贵 不能扭坏之福 因为他可以讲到 不能扭坏之福 是讲到神的恩典 那是否这样的人呢 为什么呢 我们不能够由这句说话判断 好 那我们今晚的主题呢 就讲到 就是我们想生命必提升 就是必定学习处理人的问题 不被人影响 那在这方面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呢 好 那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强主耶稣赐给我们这个力量 赐给我们力量 能够靠着耶稣得性 能够不被人影响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件事 是一件困难 但如果我们有这个心 神啊 我很想生命被提升 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做得到的 就是说 我们刻意告诉自己 他讲的说话我不需要背上身的 神会祝福我的 我听神话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介意 他讲的说话不能够伤害到我们的 他讲的说话不能够拿走我的福气的 所以我不需要介意 他讲的不是真的都不要紧 他冤枉我都不要紧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我会身败名裂的 他不会拿走我的 我的这个 就是我这个尊贵的身份的 那这个一点就是我们学习去处理 就是说 神给我的 我爱神 神给我的 是没有人能够拿走的 好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多谢赞美你 因为你很爱我们 你关心我们 你祝福我们 神有话说 帮助我 你帮助我们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如果我们想生命被提升 我们必然学习去处理生命 不让人影响 就是知道人总会有时候 是会说一些伤害的说话 有些人容易发猛争发 激气怒嘈 容易伤害人 但我们不需要介意他们所说的话 因为神必定保守 神必定祝福爱你的人 我们爱你 遵从你 你一定喜悦的 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安全感 在心里面很有安全感 深信我们是宝贵 我们是重要的 我们的重要性是 没有人能够拿走的 所以我们不被人影响 求主帮助我们的心里面平稳安静 轻轻轻轻轻松 我的心平稳安静 我的心平稳安静 我的心平安安静 好将断过你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安安静 主耶稣帮助我们 深信我们的生命是宝贵 求主医治我们的心里面 潜意识里面的伤害 我们潜意识里面的自卑 我们受过的伤害的影响 以至我们容易受伤害 求主帮助我们处理 我们心中的过度的敏感 帮助我们深信我们的生命是宝贵 我们是重要的 没有人能够抢走神 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和身份 我们是极度宝贵的 没有人能够拿走这些恩典的 求主帮助我们靠耶稣站立得稳 靠耶稣刚强壮胆 知道我们是宝贵 我们是重要的 我们是神所体重的 我们的心就全心 跟从神 遵从神 我们愿意寻求神完美的计划 而我们想寻求神的完美计划 必定是我们学习处理生命 必定是我们学习放下一切的垃圾 不让人影响 我们也同时祝福他们 我们不计较他们的不好的地方 我们只是说人种有软弱 有软弱不出奇的 我们就是想祝福他们 去为他们祷告 调恕他们 找方法去和他们和好 就算他们不愿意 不愿意 我们都柔和谦卑对他们 尋找机会和他们和好 多谢天父 神啊 求你赐我们平安的心 安全 在神里面有安全感 以致我们不容易受人影响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真美好 神啊 你可以赐给我们高度的安全感 赐给我们生命的提升 我们可以生命大大被提升的 我们不需要被人影响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来到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里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好 有没有人有任何回应或问题 如果没有呢 我们到这里为止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将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想生命提升 一定是学习 不被人影响 并且祝福他 不介意 接受有些人就是他有软弱 或者他的脾气 或者他激气 有时他心急过头 他想帮人心急过头 我们不需要介意的 我们只是说我们祝福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